今天教大家做水餃 用3-4瓣的瓣 3-4瓣 平的3瓣 1-2瓣 2-2瓣 3瓣 2-1瓣 1-2瓣 1-1瓣 2-1瓣 2-1瓣 1-1瓣 1-1瓣 2.5ml 水是用三分之四的瓶 不算滿,是大半瓶 還差一點,大半瓶 慢慢放進去 慢慢攪拌 用筷子攪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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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攪拌後用筷子攪拌 用筷子攪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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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力壓下去 用筷子攪拌 整個人醉下去才可以 麵糰會比較軟,煮出來的效果不太好吃 麵糰才好吃 1分钟拆成这样 用盖子盖 盖15分钟拆一次 拆3-4次 15分钟 等着 继续搅拌 现在的面固很多 粉固很多 更软 容易搅拌 搅拌在身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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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漂亮 搅拌在身上 直线 搅拌在身上 搅拌在身上 15分钟搅拌 搅拌3-4次 15分钟搅拌一次 搅拌3-4次 4次5次 更不怕 它就越来越漂亮 很细滑 现在等15分钟 15分钟之后 搅拌 现在搅拌了15分钟 搅拌 每次拆3-4分钟或5分钟 我自己拆得很累 拆完这个就好了 還未能起舊 很累 等了15分鐘 猜4至5次 猜了第2次 猜猜15分鐘 猜猜4次 我已經猜了幾次 最後一次 面臨越來越滑 面臨越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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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的時候 用袋子 差不多的時候 用袋子放入冰箱 放4小時 凍冰冰 再煮就很好了 吃的時候就掉了 水餃的皮 很好吃 差不多了 用袋子 用袋子 放入冰箱 放冰箱4個小時 放冰箱4個小時就可以了 放冰箱4個小時 放沸